说起娱乐圈,有的人喜欢,有的人讨厌。 当然,对于明星们来说已经是习惯了,作为一个公众人物,一直是将自己的生活公直履重,所以明星们的恋情和婚姻,都也会在大众下公开。 对于明星们的子女们,很多明星都会选择不公开,但是又有很多的明星的子女们,接替着父母的路走下去,也是成为娱乐圈里炙手可热的一个明星。 蔡明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,每年的春晚都有她的身影。 作为一个喜剧演员,蔡明带给我们的欢乐也是数不胜数的。 像蔡明这样演技非常优秀的演员,不管怎样的角色,都能轻松驾驭。 在蔡明出演的喜剧作品里面,蔡明的老公搭档,基本上都是郭达。 那自然而然,很多人就以为蔡明现实中的老公就是郭达,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 蔡明现实中的老公是丁丘兴,她是中国广播艺术团导演。 蔡明对自己的事业也是有严格要求的。 那么对于家庭里面的照顾,那自然丁丘兴就为以重任。 蔡明和丁丘兴共有一个儿子,叫丁丁。 丁丁的成长,也算是跟着父母的道路走了下去。 现在已经33岁的丁丁是一名编剧,大家可能对她的名字不太熟悉,但是她参与的电影作品肯定非常熟悉。 那就是2012年生硬的太久,在太久很多的搞笑场合,都是来自丁丁的笔下,不得不说,丁丁继承了父亲和母亲身上的那股彩花。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? 对此有什么看法?